嗨,大家好,我是全妹 今天全妹给大家分享我们老家这边的海滩 很多网友听说 你们老家海滩那么漂亮,为什么没有海滩呢? 今天全妹来到我们老家的海滩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老家这边的海滩 现在呢,下午一天过去呢 这里有很多游坐下来游泳 我们老家的海滩呢是 越南海里北川最深的海滩 然后现在呢,这边还没有被开花 所以呢,还没有很多外国还有外地人到这个地方 今天下午大概五点多的话 会有很多人来这里游泳 现在这个时间呢,一定有很多人下来游泳了 虽然还有开洋 我们这边的海滩呢 是很干净很漂亮的 好多美女 小孩也多 这大部分都是我们附近的人 因为这里还没有被开放 所以呢,很多外地人还不知道这个地方 但是以后开放了,人多了 也不一定这么干净 因为人多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垃圾 以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 小妹可以带粉色过 回到我们老家玩一下 我们老家还是蛮不错的 很舒服 现在下海的话很凉快 那边还有很多咖啡店 那边还有很多咖啡店 虽然越南还没有中国那么发达 但是呢,越南人生活还是挺安逸的 就是该工作的时候工作 该玩的时候还是会玩得很潇洒 而且我们这边的物价也不贵 所以海鲜的话也便宜 高海的地方嘛 在海滩下面游泳玩啦 就可以上去吃海鲜啦 这一条街全部都是卖海鲜的 是不是很安逸啊 这里呢,大部分都是济色 因为这附近的人过来的话 就会开车过来嘛 外地人的话 他们会坐飞机啊 或者坐车过来的 有很多汽车 我跟我妹妹 刚才来的时候 是在海滩那里走路 没有算喜啊 有这里呢 上面有很多啊 海鲜的饭店 你想吃什么 你要当长就给你煮好 有烤虾呀 还有烤生蚝啊 还有龙虾呀 很多海鲜可以选择的 在我们这边呢 现在也是有很多宾馆可以付出了 以前呢很少的 但是现在 马上就要开发了 所以呢很多人来这里投资 开宾馆 开酒店 那边有很多 这个酒店呢 可能也是可以算是三四星期酒店了吧 还有游泳池 很多外地人来旅游 看到了没有 还在那拍照 而且离海滩很多 走几步路就可以下去了 前面那条路呢 就可以吃海鲜 后面这条路呢 可以吃小吃 喝咖啡 晚上人会很多 现在还没有 天还没黑 所以呢还没有人 这里卖很多小吃 那边还有一个咖啡店很漂亮 就是之前全面给大家拍过的 很凉快 有海风 从这里开始到后面来就是吃小吃的 喝咖啡的 放饮料的 全妹现在已经回家了 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老家这边的海滩了 大家觉得我们老家这边的海滩漂亮 可以评论下给我留言哦 还有很多网友说 全妹你嫁到中国那么久了 你有没有后悔过 因为看到你家条件这么好 你老家呢空气还有就是经济上的感觉 挺不错的 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嫁到中国呢 嫁到中国到现在呢 有没有后悔过呢 其实呢也谈不上什么后悔的 但是也有一些遗憾吧 当时呢嫁到中国的时候 正好呢全妹也是一个 成长女性嘛 是上班者 所以呢 嫁到中国后呢 直到中国那边 像我们外国媳妇呢 就不能上班 对我来说呢 因为我是一个留学生 是花了很长时间在台湾那边留学 学了中文 回来呢正好才上班一段时间 就选择嫁到中国 嫁到中国呢又不能上班 所以说呢这个是选妹最大的遗憾了 我也希望呢明年能申请到绿卡 可以回到这场上班 虽然我现在年龄也不小了 所以说到时候拿绿卡呢 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虽然工作上留下了遗憾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金服的小家呀 还有我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在中国那边 特别是在整度生活呢 也是很好的很爱意的 所以说呢这个是我的选择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 我也会走下去的 我也不会觉得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人生嘛肯定要做出选择和改变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